所以我们现在 是不是要先教你 要先教你删掉 刚刚那个点 你们做了吗 因为已经要教到 我现在要先教完Match 然后Delete 然后才能再重新教Set 因为我们从头到尾都必须要用 写程式的方式来去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我们必须要用Match的方式 而且只能删掉哪一个点 只能删掉其中一个点 好 那你怎么知道 这两个点 虽然它形式上是不是都叫台湾 可是当你游标移到这一个点的时候 有看到它有三个属性 ename id 还有name 那这个点它只有两个属性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是要删掉那个三个属性的 好 怎么删呢 首先我们要用Match 好了 那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其实 其实 刮骨嘛 我们一定是Match 你要想办法Match 可是我觉得说 当你今天你在学习的时候 我是用这种方式 你要叫我死背 我不喜欢背这些东西 但它下面是不是 下面其实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 比如说Match什么 有看到吗 Match什么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它都会告诉你说 这个图它是Match 所以我们来解释一下 这个图 它的意思是说Match 然后 有一个叫做Country Country的Label 就是 它要找到 有一个叫做Country的Node 好 然后它变数 变数叫做N 你也可以不设 然后呢 这边ReturnN 有看到ReturnN 就是把它呈现出来 传回来多少 那这边看到Limit25的意思 就是它最多只会放25个点 例如说假设我们今天 我们建立了一个叫做Li 好了 Li有400多个Li 我们这个时候呢 我们会怎么样 我们会直接限制 假设它呈现25个Li 或者是100个Li 好 那时候才会用到Limit 那我们接下来呢 我是要请你们稍微注意一下 Match Match这边 假设我刚刚是用 随便你要用C也可以 你不用C也可以 当我现在 当我现在输入两撇的时候 它会直接秀出来所有的Label 好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就直接点Tab 就直接应用上去了 然后 然后我们必须要清楚明确的 把要叫的东西Match出来 好 所以继继续打 继续打 例如说ID ID 冒号 ID冒号是886 逗号 然后还有什么呢 还有Name 是空一格 叫台湾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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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ame 冒号 空一格 叫做 T-A-I-W-A-N 好 这样我们是不是就 Match到了 match到 我一定是match到这一个点 这个点看出来 这个点就是有三个property的 而不是match到这一个 那可是 可是如果我现在 我只有打到这个地方 那会match到两个点 可以了解 他是这样子的观念 假设我只有打id跟name 我只有打这两个 我没有打到第三个 他会把两个都match到 match的意思就是 就是包含 那接下来我要换到下一行去 shift加enter 换行 好了 接下来 我觉得 因为我不可能被一大堆的指令 因为指令虽然不多 但是每一个都要记 举例来说 delete怎么用 所以我就去查 查一下 让我们知道一下 例如说 你有否这 然后 delete delete node 比如说 他这边有写 反正你要删 无非 其实我们这边应该是删 label label 就是node 这边的label就等于我们知道的 node 好 直接按enter 你看这边 他会 他会有 那个 Nel for Z的所有相关的说明文件 好 例如说点他 delete跟remove不一样 好 然后接下来你去看一下 就是 在这个地方 有看到吗 很单纯 delete n 有看到 这个什么n 这个就是变数 像刚刚在这个地方 回到 刚刚这里 所以我这边是不是要输入 delete 空一格 11就好了 我觉得不要去死背 死背 我觉得 没有好事 因为要理解他的整个观念 像我刚刚 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要如何了解 怎么样去 去输入那个 delete 那这边不是输入 country 不是delete country 这边 这边是把 may渠道的 may渠道 把它给delete掉 所以我们来去执行 点这个 play 他说 delete 一个node 可以哦 所以我们现在再点一下country 你看 现在是不是只剩下一个 所以 在这个地方 大概了解 我刚刚已经讲到 就是说 建立 然后因为 不是用create的观念 可是我这样子 这样子来去做 我想你们一定可以很清楚了解 create是什么意思了 它就是从无变到有 同时 我刚刚刚 就会 不如 你一样 不如